今天談一談 在國外的華人怎麼把在中國的錢拿到國外去用 之前我已經說過 如果你是簡單的生活 其實很簡單的 你比如中國境內的那個借機卡 支付寶這些東西 在國外基本上都是能用的 信用卡都是可以用的 你要取款的話 比如我們打泰國做比方 你到ITMG去取款 一次最多可以取兩萬還是兩萬五的 泰駐啊 但是你就是說你要付個手續費 手續費一開始是五十 後來國內開始打擊這個資產外流的時候 漲到了一百五 不知道這個錢是誰收的 搞不清楚 就是正常生活 你比如養老啊 吃飯啊 玩啊 這些錢都是可以這樣去解決它 很容易 今天我主要想談一談就是說 你國內如果錢稍微多一點 怎麼樣能把它轉到國外來 可以產生一些利益 就是利息啊利潤這些東西 那麼首先 大家都知道 從國內如果你轉錢出來是比較難的 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 那麼我現在別的就不太多說了 就簡單一點 單刀直入 就是首先你必須要在國外有一個賬戶 銀行戶口 那麼這個銀行戶口首選是香港 為什麼呢 第一香港和大陸之間的錢比較容易轉移 第二 香港目前雖然它政治上面有變化 但是經濟上實際上它還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以後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還是可以的 那麼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 但是要麻煩你到香港跑一趟 你不要相信這個網上幫你開香港開戶的這種人 我是自己是不會相信的 你要自己去跑一趟 開一個戶口 不管你在哪個銀行 開了戶口以後 你就找幾家這個香港的找換店 找換店一般都有這個業務 比如說你在中國的人民幣戶口 你就打到它在中國的人民幣戶口 然後他在香港就直接把港幣打到你的帳上 後開了吧 這個打多少 都沒問題 沒有上限的 你可以經常打 那麼相對來說的話 你可以多找幾家找換店去對比一下 看看誰的匯率好 現在網上都很容易找的 就是找到以後你再去跟他談 但是要登記你的身份證 什麼戶口號碼等等這些東西 經濟完以後 你就可以在網上跟他做生意了 你比如說 你說我今天要換50萬人民幣的港幣 他就會給你一個國內的戶口 然後呢 你就把那個錢打到國內的帳戶上 他在香港把等值的50萬人民幣的港幣 打到你香港的帳戶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說的叫錢裝 實際上個人想法不一樣 有的人聽到錢裝也會害怕 但是我個人覺得錢裝比銀行手心用 好 你的錢打到了香港的帳戶以後怎麼辦 香港是一個利息非常低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你的錢放在香港銀行 基本上沒有什麼收貨的 比如你買基金他會收你很多的手續費 你換匯 他的買入和賣出價錢差別很大 就不太上算 那麼我現在告訴大家一個比較好的路子 就是前提你的錢已經到達香港了 OK 你在美國的IB證券開一個賬戶 這個美國的IB證券是任何人都可以開的 如果你是中國的護照的話 他開的是屬於美國金管局監管的賬戶 就是說比較更加保險 他賠付更高 如果你是香港的身份 因為他在香港有分公司 所以你就要遵守香港的金管局的這個賠付標準 就很少了 就不多了 那麼我們比如是大陸人 在美國IB證券開了戶口以後 你和美國人開的戶口 受到賠付率是一樣的 好像是出了問題最高賠付七百萬美金 這是非常高了 至於證券賬戶 我覺得這個東西怎麼說呢 可能有的人又會害怕 我覺得總比有些銀行要好得多 哈哈哈哈 最起碼它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券商 而且是受到美國金管局監管的 那麼你開了這個賬戶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把香港銀行的港幣打到這個 IB證券裡面去 免費的 注意我今天跟大家說的就是用最少的手續費 幾乎不花錢的狀態 你前面跟香港的找換店 換錢也是免費的 那麼匯率而且還不錯 比在銀行換好多了 那你如果要是在香港轉錢 轉到美國的這個銀透賬戶 也是免費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銀透 在香港有一個收款帳號 那麼這個帳號可以直接收港幣 是免費的轉過去 那麼這個錢就到了美國的銀透賬戶了 這個銀透是幹什麼的 銀透是個券商 它就是說 它裡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交易 比如說股票期權 期貨期貨期權權 權證等等等等 共同基金啊 債券啊 這個我 一般人他是不可能 就是說 全部懂這些東西的 就我本人來說 我也只知道 商品期貨和共同基金 這兩樣東西 但是我是不建議大家去搞這些東西 什麼都不要搞 什麼都不要搞 真的 我們都不是搞金融的人 我們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那麼你把錢轉到銀透以後 IB券商以後 那麼你怎麼樣能夠 保值增值 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 我個人建議你 在銀透 立馬把你的港幣轉換成美金 那轉換成美金以後 你持有的就是美金了 有一個問題存在 在銀透買賣外匯 就是轉換貨幣 都是用的市場即時的外匯價格 而不是銀行裡面的買入價 賣出價不是的 銀行買入賣出價相差很大的 銀行要賺你很多錢 而在銀透你買賣 就相當於你買賣外匯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當時的價錢 而且費用非常低 交易一次好像只要兩塊五 如果不超過多少錢 那不超過幾十萬美金 就兩塊五美金的手續費 就很便宜了幾乎為零了 你轉換成美金以後 現在我以我們大家都不是搞金融的 什麼都不懂 只是想存款拿點利息 讓貨幣保值 這種心態來談這個事情 那麽就是你換成美金以後 你就放在這個裡面 它現在就是今天是2023年3月份 現在的銀透的美金 給你的活期的利率 年利率大概是3.9左右 就是說你的年息大概3.9到4個點左右 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在中國 你才能賺多少錢存款能賺多少錢 這是美元的活期利益 活期利息啊 你就可以放在那裡 相當於在中國比你才還高的利息 而且活期的你隨時可以轉出轉入 啊 那麽比如說你在銀透開了賬戶以後 最重要的問題來了 你不在美國 你在泰國 或者你在澳洲 或者你在柬埔寨 OK沒問題 你在當地 只要你有你的銀行戶口 你從銀透轉錢出來 從IB轉錢出來 轉到你全世界任何一個銀行戶口都可以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這個銀行戶口的名字是你的 跟你一樣的名字 英文名 中國人沒有英文名了 就是護照上面那個漢語拼音 只要是一樣的都可以轉 而且每個月一次是免費的 連手續費都不要 連那個匯款的那個 匯款的錢都不要 你也就實現了你的國內的錢 怎麼轉到國外的這個過程 而且我今天告訴你的是 全部都免費 是百分之百免費 一分錢不要花錢 就轉出來了 那麽你在銀透 在IB 可以做任何的這些投資 很多很多 我剛才已經講了 但是我個人是不建議你去做 任何的投資 因為任何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我們都幹不過華爾街的 我們只是個老百姓而已 人家是搞金融的 你跟人家搞期貨搞期權 搞股票 搞不過人家 真的搞不過人家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倒是可以投資的 就是美國的這個國債 美國國債是全世界勾認的 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種投資東西 但是我不會搞 我是真的不會搞 我自己個人只是搞那個商品期貨 是賠了不少錢 因為 哎呀 不懂啊 在裡面搞來搞去 然後我現在呢 就買一些國外的一些基金 比如說 比如說按聯啊 聯博啊 什麽這些 國外這種絕對大公司的這種 債券基金啊 股票基金啊 就是我不懂嗎 我把錢交給他們 他們幫我們投資 由基金經理幫我們投資 他賺的錢 他哪一部分 我們少少的分一點 但是這個共同基金也是有風險的 有十個風險也不小 比如說他的價格漲跌 他的價格漲跌 雖然沒有期貨那麼厲害 沒有股票那麼厲害 但是有十個月不少哦 所以大家要仔細想一想 啊 因為我買的基金都是月分紅的 因為我看中他每個月給點利息嘛 所以說 每個月比如說年息5% 他都算到每個月打完你的帳上 嗯 跌了 因為你每個月都賺了錢了嘛 所以這東西不好說 哎呀 這個東西這些 關於金融這一塊 大家如果有興趣以後再開一個視頻 所以說 但是我今天只是只是想告訴大家 怎麼樣用一個最安全最省錢 最自己能全部掌控不求任何人的方法 把人民幣變成美金 或者到你在全球的任何一個賬戶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我覺得 今天這個事情已經講完了 謝謝